我 再往后 卡不卡对 我卡对 好 这个就可以 你可以再过家 好 好 可以 好 信号已经来了 ok 那我这个就不需要了 要是我们卡是 把这个 中老师 我们刚才听到您的讲话 现在 能行动吗 开始了 还没有 没有 还有几分钟 还有四分钟 您可以找个凳子坐着的 不一定不要站着的 对 您开始讲几句话 然后我就开始播放 您的视频 看您的月份 就第二次我能不开 可以 开门更好 不能 只要翻过去 可以掉回来 可以掉回来 一天就开出来了 哦 这样没出 这个没出啊 好 这一天 我这边就会 是我们下来的 好 这边 不停 好 这边 我再来的 一天就会 你得到 就会 我这边 不停 我这边 有点 不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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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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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我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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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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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们来说 我们来讲 就是 就是思想 意念 所以 jest 外拳的意念使不用力 就是一意兴起一气运身 所以每一个动作 不管手举起落下伸缩 它都靠意念来通灵 就用意来道义 简单地讲这是以意念为知道 就练泰拳的时候一定要用意 不要用力量 这是用意念为知道 第二个 以身法为标准 武士泰拳对身法的要求非常严格 它提出的是八大身法 是在乌威湘提出的 提顶吊当 憨凶拔背 锅当护臀 腾挪山战 这是八个身法 后来到了它的第四代 好月炉 好月炉 他又加了 加到十三世 十三个要领 他加了一个虚实清除 威力正中 气沉丹田 又加了几个要领 其实在八大身法当中 憨凶八倍 其实就包含了松减陈肘 你不能松减没有陈肘 你就不能憨凶八倍 在一个锅当护臀 你没有锅当护臀 你就不能气沉丹田 所以在 只要是做锅当护臀的时候 你气必定是要 沉到丹田 威力正中 威力正中就是踢顶吊当 你威力不能正中 你就踢不起顶吊不起当 所以说到第四代 他又加上这些 就更加明确了 实际上在这里又重复了 但是对初学者来讲 就更加清楚 这是第二 以身法为标准 就一定要做到 踢顶吊当护臀 汉凶八倍 腾诺山寨 这是一个深法 第三个 以肩甲结构为基础 练太拳 以什么为基础 就以身体的股价 股价的结构 来为基础 也就是说 你盖一个楼房 你首先要设计它的结构 钢筋结构 水力结构 是不是 所以太拳 同样 你肩甲结构 就是你身体的骨架 肌肉 一种合理的肩甲结构 它就温固结实 并且能发出来的理解 所以在五式太拳 它是以肩甲结构为基础 肩甲结构 这里边重点突出了一个 外山河和内山河 在这儿我简单的去提出来 在下面讲课当中 我再具体讲 外山河 就是收于交河 周于七河 间于垮河 你过来 收于交河 就是手 这个手 要于交河 间于卡河 就是间 要松弛到垮上 有两间和两垮在一个平面上 周于七河 周尖要沉到膝盖上 走 底膝盖 要有相细 相依 就要互相联系 不要离开 其中要手 给膝盖上下 有相细 有相练之一 所以这就是外山河 所以这就是间价结构 再个内山河 那就是身于气河 气于垂河 这就是内山河 那就是内山河 那就是内山河 内山河 内山河 和外山河 再相河 内外相河 这是内山河 所以这就是肩胛结构 到具体下边讲课我再相继讲 所以这是以肩胛结构为基础 意思说外形的动作 它相对保持不变的一个结构 收率高低,交固了援进 收率援进,它都有个要求 但是每人都有个要求 根据你个子的大小,推手臂的长短 这是肩胛结构 以腰为主宰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武士泰拳的全身练习 它都是一腰为主宰 就是一腰带手 腰不动,手不动 腰不动,腿不动 只要交手动 比起首先是腰先启动 要一腰主宰四肢运动 这是泰拳的运动 所以这是又是一点,这要注意了 再一点,它是以丹田为核心 以丹田为核心 这个我们都知道 要契尘丹田 丹田是热卖、都卖、中卖的汇聚点 苏称为契海 所以泰拳的一一运气 丹田的聚气和运气 都是在丹田 只有丹田气足 只有丹田气足 在运气 它才会形成内进 所以说泰拳说 内进 什么是内进 内进就是内气 内气跟丹田的聚气、运气有关系 丹田气足了 气才能运往四肢 运往四肢才会有力量 所以说泰拳要求虚神炼气 所谓炼气就收敛到丹田内 气支养而无害 就把气聚集到丹田 丹田气足了 它就可以运行到四肢 就产生了内进 但丹田的聚气完全靠身体的松柔 要求身体松柔到极致 内气才会运行 所以泰拳提到的要松坚成者 松 再一个是 这是讲丹田 丹田是练去泰拳的核心 意思说丹田气足是练泰拳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它是要核心力量 因为丹田的部位各家里江里都不一样 实际上丹田实际上就是要垮丹田这个部位 这是个核心力量 只要丹田气足核心力量就大 再一个以气为动力 泰拳要求一一星气 所以星气 那就是要用意念把丹田的气 运送到四肢 又从四肢要收到丹田 所以练习太拳有功夫的人 他一般呼吸都在丹田 所以又叫丹田呼吸 好 我们今天讲课就讲到这里 下边我来教大家几世太极拳 我准备教是五世太极拳 我新编的五世十三世连环太极拳 或者叫循环太极拳 虽然是十三个动作 他可以从第一世练到第三世 第十三世又可以在练第一世 反复的循环练习 根据你时间的长短 你可以练三四分钟 也可以练半个小时 他不停的在练 所以这样的学既简单 又容易学又容易计 所以在这次教学 我收听教三世 因为这十三世不包括七世 除七世以外是十三世 下足开始教 他这个预备式 一般是并步 并步站立 就是两脚基本平行并步站立 两手自然松沉 两肩松开 两脚下垂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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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 顺着库缝往下垂垂 再一个张形 这叫张形 五式胎的张形是这个颜 五指自然分开 收心内涵 呼口要撑圆 是这个颜 你看一般人 呼到头上 你看这个颜 就收中 给抓了一个球一样 这是收心 不要出现这个颜 这个颜 这都不对 这个颜也不对 这个颜也不对 要自然收心内涵 这是张形 下边预备式 并不站立 两手自然下垂 收肩之地 左脚开步 左脚开步 两脚仍然是平行 两脚的外侧和肩同欢 目视前方平视 收和树像 这个需要知道 这个需要知道是 梯顶较搭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 梯顶 就是这个地方 收和树像 收和树像 不要出现这个颜 不要出现这个颜 收和树像 收腹链臀 这个腹部 有肚子这个地方 你往会收 臀部往前 这个往里收 这个往前送 这个往前送 就会坐到胶根上 自然的 然后是七室 他七式的时候 是两手相前 捧举 捧 举 并且翻掌 高于肩平 呼呼撑开 收臂 丝指非直 一不要当照 一不要当照 太直 自然 好像从下边 拖了一个大 铁球非常重 拖起来 非常重 高于肩平 所以这是 往上 捧举 一捧 拖举起来 高于肩平 然后 翻掌下 你看 拇指朝收心 旋转 哎 往后收 这个收收 往后收 收 啊 按到两垮 前边 收心朝线 啊 牧师前方 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夜窝 这个地方 一定要 悠悠空隙 啊 从起 从起到落 你看 这个就 要可以 放个拳头 啊 不要加入 啊 这个叫松肩 趁着 啊 所以这是个七式 啊 虽然它是这个重心 是在 两脚之间 啊 但是呢 要下沉 就下边要拾 上边要松 啊 它其实呢 在它的用法上 嗯 你看 这个动作 它基本上是 是个一个 站桩的一个动作 一个桩公 啊 实际上它在用法上 它是这个用 你看啊 对方 捉着我的手 啊 捉着我的手 一捉手 嗯 我起 这边上上起 起 你看 就起来 从这个眼 你看 对方手指 发出去 这个眼 啊 这个七式 啊 再一个 它七式 当对方手 推过来 推过的时候 我参照举 啊 这个眼 这也是一个用法 再一个是 对方推过的时候 我从里边过来 从里边 你看 像这 哎 啊 这帮手推 啊 这是一个用法 啊 再一个下边 啊 当起来的时候 你看 起来的时候 它从上面捉住我 从这个眼 捉住我不松的时候 我可以往下 你看 就往回收 收 哎 你看 往这边 嗯 这是一个用法 啊 再一个 你看 从这往后 往后 两往后 往下 踩 踩 这是一个用法 再 再一个用法 啊 就从这个眼 眼往这走 这个就是走 好 你说不松 你看 当着眼 把肩 哎 你看 这个都清 回来 用兜的 这都是它的用法 再一个 这种 扶住 感觉它这边动 我身体可以把重心移到右脚 就像门周一样 我向这走 啊 这是一种用法 啊 它偏这边 感觉这么动 往这边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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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手的变化 从这个点 哎 啊 啊 这边走 啊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啊 你看 它叙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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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脱举 高于肩平 翻掌下岸 哎 其实 下边 左拦扎一 左拦扎一 左右拦扎一 这是巫师太肌拳那个 呃 代表性动作 啊 我可以先做一下 这巫师太第一个动作 啊 拦扎一 这个叫左拦扎一 懒惰的懒 扎一副的扎 啊 懒扎一 这是一个自围的一个动作 自围 啊 哎 哎 嗯 嗯 嗯 右手 拦扎一 当右路拳手脸打过来的时候 打过来的时候 啊 打过来的时候 你看我 我在那站着 往脸打 所以我重心右移 嗯 这个眼 这不是蓝扎一 哎 捧起来 啊 顺势一带 碰起来 啊 碰起来 哎 啊 这就是蓝扎一 啊 就用右手 接住 接住对方的劲 啊 随时 把它划掉啊 随时 我 你看 一起 转腰 收垮 哎 成了划掉 划掉之后 我再上过 推出去 啊 这个流包含了四个动作 啊 就是 碰 脊 滤 按 啊 啊 你看啊 你看我才 他打过来之后 我第一个 碰 碰 什么碰 碰 碰 碰的手边 重心在右脚 前脚是曲脚 碰 如果碰的时候 你碰住它以后 它劲 王国之的劲 不大 这可以直接挤 啊 挤 啊 这又出去了 要如果一碰 劲大 劲非常大 一顺势 松腰滑 松腰滑 哎 这不空掉了 不完全空掉 空掉一半 松腰滑 只有铝 啊 这从铝岸 就出去了 所以叫 碰 吉 碰 吉 铝 铝 这有四个动作 啊 所以这个 这是泰拳 初恋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是洋式泰拳的 蓬 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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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五式泰拳的动作比较 筋凑 啊 所以他七手这个从外形上看不出来的它的外形动作 你看 蓬 彭 底 铝 岸 就完了 啊 这就是一个蓝扎椅 下面一个是往右边的方向变一下 啊 其实我在教 从七十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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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做七十 七十做这个样子 左蓝扎椅 重心 右移 这个右移 一它不是在那移动 二是收垮转腰 你看三招 啊 收垮 右脚跟 微微外扭 啊 这是内在的 不要有外形动作 你不要外扭 是这个意思的啊 右脚外扭 你看它这外扭 哎 两手捧举 捧 捧 举 你看左脚重心 重心 微律要做到 屁股要做到脚跟上 右脚跟上 你看 捧 你看 收心朝内 就捧 不要像这儿 收心朝内 并且 两臂 要圆 你感觉这个臂是圆 啊 两臂啊 离抱 外扭 你看离抱 抱齐 扭三 就离抱的同时 你看外扭 往外扭 称三 打 禁是在腰内 所以这个叫蓬禁 啊 如果你是这个禁 这就 这就不是蓬禁 那是僵禁 蓬 哎 起 哎 这是蓬 这个胶就起来了 啊 啊 就是这个胶一断点 抽 哎 蓬 上部 急 驴 啊 教士一按手跟上 好 我教大家练几 啊 另一步 开步 起事 旋臂脱举 翻掌下 啊 左蓝大衣 下蹲 中间 钻一刀右脚 好 起 撑 开 合 好 再来一点 从 向上 开步 起事 收 中间 一刀一刀 起 横 撑 开 合 好 我再详细讲一遍 从这个就开始 坐拦扎一 重心 转一刀右脚 起两手 收心肠内 从胸肩抱起来 抱起来 上撑 开 根部 合 好 再来一遍 开步 起式 旋臂 托举 翻掌下 啊 一刀垮平 屈膝 一刀右脚 起 上步撑 转 转腰开 你看手 微微旋转 这个手 微微旋转 你看这个两手 在两 鼻 两边 要合到 前面手 给胶 合 这个右边手 你要为 左脚 交合 往左脚 来推 像这儿腿 你不要像这儿腿 往这儿腿 这儿腿 这儿腿 合住 在一个公布的时候 不要蹬脚 你不要公布的时候像蹬脚 你看 膝盖就过了 膝盖 不超过 膝心 你看这个眼儿 后边腿不能蹬直 这个时候 要用意念 右脚跟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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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坐 坐 它不是蹬 坐 一坐 一坐 松肩沉肘 进到手 一松肩 一松肩 中肩往下沉 这就 呼出列了 锅当 护臀 沉 沉 沉 下边的是 脚跟外扭出锅 根骨合打 右脚扎衣 右脚扎衣 非常简单 也跟左脚扎衣一样 只是左脚扣粘过方 你看 左脚跟 位轴 转 转 转 这个脚要粘 这个叫 粘 左脚跟位轴转 扣 左脚扣45度 转 两手 手 手碎腰转 转 你看手 哎 好 站在这个地方 踢右脚的时候 两个手合住 合 手前向合 合 上 你 手背肌面掏前 这就接对方的手 公布 转腰 转腰 你看 掌 翻掌 哎 根骨合打 这就是桌右蓝扎衣 啊 这就是桌右蓝扎衣 所以桌边的会 右边只是辨辨方向 辨向右方 要领一样 再来 嗯 我们开始了 嗯 开步 起誓 转地托举 翻掌下 屈膝下蹲 起 撑 开 跟骨合 和 以左脚跟位轴 翻脚 上 右脚 四路 五斜脚 也上 啊 这个脚能把握回来 公布开 跟骨合 好 好 今天 啊 我教这个五式太极拳十三式 啊 支脚呢 是第一式 桌右蓝扎衣 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 呃 请 大家 提问 啊 谢谢大家 好 嗯 非常感谢那个 嗯 钟老师的 呃 精彩 分享 下面我们进入 呃 直播环节 呃 对不起 进入 问答环节 请呃 呃 有问题的 呃 老师们 朋友们可以呃 呃 提问 我看看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你懂 哎 你看是不是在后边里 挂 挂 哎呦 哎 你说就黄照下 喂 能看到吗 看到我看不到 看得见 看得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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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呃 下面呃 大家有问题吗 呃 我先稍微讲一下我们那个前面那个齐荒直播出了一点状况 刚才我已经跟齐荒那边的老师联系了他们现在直播已经正常了对不起啊 嗯 嗯 下面就请大家如果有问题我看看那个留言区里面有没有对大家哦对不起可能是我的那个错误没有让大家可以开麦 嗯 等一下啊 嗯 等一下啊 但是钟老师可以开 哪位老师要我给您开卖 哪位老师我现在 对对对我现在没有了 我不开了吗 我能问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开卖 吴老师好 就是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跟我们 就是分享这个我是太极拳 我就想问一下刚才看到的 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变化呀 是怎么来转换的 另外这个劲道是怎么来转的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看到我看 可以看到是小窗 这个我有个镜镜头 你看我手 这个五式太极拳 它进退旋转 只要动 它都是在微微移动 这个动是意念的动 你看过了左蓝扎翼 第一个方向 它是前 左蓝扎翼 是左前方四十五股脚 这个方向上步 两层起来的时候 使拇指朝上 收心 斜 朝下 你看手 看到看到看不到 两两手抱 左右手在 臂肩的两边 就抱住 转腰 攻不住 转腰 转臂 你看 手掌是 微微拇指朝 收心转 就是顺转 当攻不住的时候 两个收心 斜 掏钱 斜掏钱 它不是正 这是蓝扎翼的攻不住 跟不住的时候 右脚跟进伴住 并且两手 收回来 就叫合 就伴 进发水之后 要收回来 两手又抱球之意 就传递蓝球一样 一传递回来 就收一回来 好像 断这个球一样 两手向 收指 给口 相平 这个 你看 听清楚了没有 吴老师讲的特别清楚 看清了 就是我因为 看过其他的 就是太极拳 就觉得 武士这个太极拳 就动作非常的 小 非常的寒 感觉上 就没有那种 大开大合那样 那种感觉 对 是 武士太极拳 它是 我刚才讲了 所有男的爱 其实就是个 碰绿间 它是个意念 就举手 碰 往前进的时候 挤 受一转是 女 往前 往前按的时候 跟不按的时候 开 跟不一合 还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坐 揽扎衣的时候 重心其实是在右脚 其实在 那个 公路发的时候 你干净 那个屁股 坐在右脚上 你看 第四代 第五代 这个 何少如 写全的时候 他说是 公路 重心 放到右腿 其实 重心 已经偏前 但是意念 坐在下面 支撑 右腿上 所以他不要蹬脚 他要气向下沉 干净 个气 重心 落到右脚上 并且两脚 平稳着地 但千万不能努力 所以太太讲 用意 不用力 千万不能蹬脚 你用力 蹬脚 那个身体就 往前 千伏 千穷 钟老师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 这个重心是在中间吗 还是在 右脚上 对 左脚上 他实际上 这个重心就 略位偏前一点 就四六 或者是三七 都可以 这个时候 要求什么呢 两腿 合成一条腿 什么叫一条腿 我跟律律讲 那个翘翘板 右上 桌下 桌上 右下 它中间 肯定一个 水平发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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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翘翘板 水平发向 太太同样 它在 两腿 变化的时候 所有两条腿 形成一条腿的时候 两条腿 形成一条腿的时候 就是 气趁 三前 过张 腹腿 那就是 发力的时候 周身近 一动 无由不动 一静 无由不静 有一条腿 发力 不可能 都是在 两条腿 就是 气方下 腿 两腿 就是 郭灯 当一国 一户船 上面 中间 一阵 那个 进就 发水 这是 瞬间 非常短 那个 翘翘板一样 你感觉不到 它又 水平的时候 它就过去了 所以 这是 那个 增进 发放的 时间 瞬间 可能 一秒 一秒 都不到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 讲得太好 还有什么 问题 钟老师 您好 我是 太极 传播中心的 张磊 你好 钟老师 好 我没有什么 问题 我现在在 法国的 高速公路上 我在看着 这个视频 我就想说几句 我觉得您 这个视频 做的 教得特别好 非常的详细 讲解得 非常的清楚 以后就 按照这个速度 讲就挺好的 讲快了 我们都吸收不了 就这样 慢慢的 就是一次 一个动作 这样讲的 非常细致 我们就能够 学得特别扎实 好好好 谢谢 但是我看到 这个视频 我最后 以后 以后 这个镜头 的游戏 在以后 因为老师 在一个地方 以后 将手 如看不到手 将脚 如看不到脚 需要有一个 特色的镜头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当您背过身 去讲的时候 声音就会变小 是不是因为 您是用这个 对了 您是用这个 手机录音 如果以后 有条件的话 可以别一个 画桶 就在自己的领子上 别一个画桶 就会 好一些 我发现 这个问题的 因为刚才 我看了一遍 这个里边 有很多需要 改一个 冤进镜头 重点 将手 把这个重点 这个难点 这个地方 讲清楚 因为这次 因为 这次 其实我这个 实践线 应该在这个山里边 就在这个 天性 六潘山 那个地方 所以我这个 就制成视频 不敢 用现场教训 因为它到里边 这个信号 在个地方 可能会找不到 明白 明白 但是我觉得 这个速度 把控的很好 就是您这样 一点一点的 慢慢的讲 速度把控的好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积极的提出来 可以自己开麦 如果大家没有 再多的问题 因为刚开始 可能大家都还 不能提很多问题 然后下面练习以后 有 因为钟老师 还会继续给我们讲解 所以呢 等到下面有什么问题 在训练当中 就可以把它记下来 下次 我们讲座时候 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那就 我 如果继续问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结束 今天的 那个 讲座 非常感谢 钟老师 问我们精心准备这个教材 就像张蕾老师讲的一样 这个教材 非常的 非常好 然后呢 循序渐进地 跟我们讲 也让我们体会到了 这个 武士太极拳的 优点 然后呢 在讲课当中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含量也非常高 以 泪气 叫什么呢 我还讲不好 就是说 以腰带手 以气 牵转 用泪菌 带动 以意念指导 这是我 今天 体会到的 所以呢 非常感谢 钟老师 然后呢 也非常感谢 大家在 互动环节的 积极提问 我们呢 也希望有 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微信区 然后愿意助理 我们那个 在海外推广的 老师 加入我们的 自愿团队 关注我们的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和Instagram 的平台的信息 有任何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微信群 或者WhatsApp 或者群管 好 非常感谢 感谢 钟老师 感谢所有 参加今天 讲座的 老师们 朋友们 好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钟老师 谢谢 彤老师 再见 非常感谢 钟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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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